拉肚子的时候拉水 这个一般就叫水样变 一般水样变我们也要注意 像急性腹泻的病人 腹泻比较重的病人 他可以就是把肠道内的食物残渣 粪渣都排完了之后 他就会出现拉水的现象 所以如果出现拉水 至少说明他腹泻的程度比较重 那么肯定应该引起医生的注意 因为你要是腹泻拉水拉的比较多的话 可能会出现脱水缺水 引起虚脱甚至休克 所以电解质紊乱 所以这样的病人 我们还要注意 他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 要及时地给他查明病因 进行相应的治疗和对症治疗 补养电截止这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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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